最難忘是和杜珊、杜汶澤先生拍的一場戲 因為那場戲其實在角色設定裡面 我基本上是杜珊的下巴來的 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是聽他講話多 但是那場戲是我需要好像要反客為主 要是因為我不完全劇透 但是因為一個原因 我需要他好像戴回去 那場戲其實我很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杜珊他做龍爺這個角色 那個氣勢那個氣驗做得很好 一開始接觸他的時候到我們拍攝 你真的感受到他是那個角色 其實很大壓力 而且那場戲我要反過來 我不是做下巴 做下巴容易很多 所以那場戲我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去催眠自己 跟自己說我當正在那場戲有那個原因 所以我才這樣跟他講話 那場戲很深刻 也很感謝杜先生幫助我 那場戲有什麼事 很深刻的一個就是 因為那場情緒比較多 有一個位置是機位轉的 即攝影機轉的位置的時候 杜先生他不是跟我說 他是跟一些顧客說 他是跟攝影的工作人員說 他說你們快點手吧 他這樣頂不了很久 他意思是我很辛苦的 那個狀態 其實我一直要保持那個情緒 所以其實我那一刻的感覺 杜先生是鐵巷有情 所以我很有印象這場戲